读红楼 谈生活 欢迎来到怡红夜话 在第31回的讲解当中 老杨提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贾宝玉的大名是什么 读书节目里只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里呢 我用专门的一期节目仔细地讲讲 只要认真读过《红楼梦》的原著 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宝玉这个名字其实是男主角的小名 至于他的大名是什么 书中始终没有正面说过 多少年来 包括红学家和爱好者 对宝玉大名的推测层出不穷 看上去呢 各有各的道理 最常见的包括以下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贾宝玉的大名是贾英 它是基于《知厌斋重平石头记》中 贾宝玉是神英试者转世而来的 据说他获得了包括周汝昌先生的支持 但这种说法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任何旁证之称 如果宝玉的名字要跟上一世有关联 那么黛玉的名字是不是也应该跟降猪有关联才对呢 第二种说法 贾宝玉的大名是贾鸡 它是基于荣国府正房荣喜堂里的一副对联 坐上猪鸡朝日月 堂前府府换烟霞 因为对联里有猪鸡两个字 贾正宇王夫人的第一个儿子是贾猪 所以宝玉的名字呢 按照顺序排就是贾鸡 这种说法最大的漏洞是 没有出现贾脸的名字 因为这副对联出现的时间 应该是早于荣国府玉子被出事的 所以如果按照对联给子孙取名字 不应该没有长子贾舍这一只的贾脸 而只有次子贾正这一只的两个孩子 第三种说法 贾宝玉的大名是贾爵 它是基于如果这样的话 贾府的四位少爷 贾猪 贾脸 贾爵 贾环 就可以凑成朱连绝换四个字 也就是贾家因为朱连而从此没有当官的人 再配上贾府的四位小姐的名字 圆春 迎春 探春 西春 加在一起呢 就组成了 朱连绝换 圆英探西 似乎呢 更能体现全书的主线 然而这个朱连绝换 完全是一个生斑硬凑的词 并且呢 跟圆英探西并不对偶 所以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 第四种说法 宝玉既是大名又是小名 它是基于原非醒亲时 宝玉提写的诗《有奉来仪》 因为这首诗的署名是 《陈宝玉警题》 其实呢 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法成立的 因为下面提到的31回 52回 56回 都明确说了 宝玉是个小名 并不是大名 宝玉在家中 按照姐姐圆春的要求写诗 用小名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毕竟这不是正式的官文 而且那个时候的宝玉 还是个小孩子 那么是不是对于宝玉的大名 就只能按照上面这样 根据只言片语来推测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 因为书中 确实已经明确透露了宝玉的大名了 只是我们这些读者呢 犯了灯下黑的毛病 没发现而已 让我们先看看 书中提到宝玉小名的三处文字吧 第31回 史湘云问道 宝玉哥哥不在家吗 宝钗笑道 他再不想着别人 只想宝兄弟 两个人好憨的 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 贾母道 如今你们大了 别提小名了 第52回 秦文道 你这话只等宝玉来问他 与我们无干 那媳妇冷笑道 比如方才说话 虽然是背地里 姑娘就直叫她的名字 在姑娘们就使得 在我们就成了野人了 摄月盲道 便是叫名字 从小直到如今 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 你们也知道的 恐怕难养活 巴巴地写了她的小名 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 为的是好养活 连挑水挑粪花子都叫得 何况我们 连昨儿林大娘叫了一声爷 老太太还说她呢 此事一见 二则 我们这些人 常回老太太的话去 可不叫这名字回话 难道也称爷 哪一日不把宝玉两个字 念两百遍 偏嫂子又来挑这个了 第五十六回 贾母笑道 你这哥叫什么名字 四人道 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 她又生得白 老太太便叫做宝玉 贾母便向李丸等道 偏也叫个宝玉 四人也笑道 起了这个小名后 我们上下都疑惑 不知哪位亲友家 也倒似曾有一个的 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 却记得不真了 贾母笑道 岂敢 就是我的孙子 人来 上面这三处 既是宝玉 只是小名的充分证明 同时还包含了两个 被大家忽略的重要信息 第一 只有贾府的长辈 和宝玉周边关系亲密的人 在叫宝玉这个小名 其他的人呢 叫的都是大名 上面的第五十二回 媳妇和摄月对话里 明确体现了 外面的下人 是不敢叫宝玉 这个小名的 那么这些下人 是怎么叫宝玉的呢 我们看到 他们都是带着 爷字的称呼的 叫的是宝二爷 第二 薛宝钗对宝玉的 一贯叫法 都是在叫大名 上面第三十一回 宝钗笑话相云 憨 也就是天真淳朴的意思 他的话刚说完 贾母就接着提到 不要叫小名的是 显然 在这里 贾母说话的对象 是湘云 而不是宝钗 贾母是说 湘云叫的 宝玉哥哥的说法 有问题 与之对比 宝钗怎么叫宝玉的呢 他一直叫的是 宝兄弟 除了宝钗之外 这种叫法 也经常出现在 凤姐 贾母 贾真的话里面 而说话的场景呢 都是人多的 正式场合 因此呢 宝二爷 宝兄弟 都是正式叫法 叫的其实是大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下人们对贾府 其他男人的叫法 真大爷 莲二爷 桓三爷 瑞大爷 云二爷 还有贾府内部 亲戚间对男性的叫法 朱大哥 真大哥 这些正式名称 都是大名加称位组成的 基于这种叫法呢 之前提到的四种 宝玉大名的推测 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为全书中 下人们只出现过 宝二爷 这一种称呼 亲戚之间呢 也只出现过 宝兄弟 宝哥哥的叫法 所以宝玉的大名呢 就是一个宝字 清代段玉才的 说文解字柱里说 宝 真也 玉不曰 真 宝也 二字互训 也就是说 宝本身就是 玉字部的字 而宝和真呢 本来就是同义字 这既符合 贾府玉字背的排序 也跟宁国府的贾真 是相互对应的 正因为古文中的 宝和真 本来都是形容玉的 宝和玉呢 同源 所以宝 本身就包含了 宝玉的意思 宝玉的大名 贾宝 跟我们习惯的叫法 贾宝玉 含义是完全相同的 这也可以间接地解释 作者为什么 没有在书中 专门写宝玉的大名 是贾宝 最后 我们还可以用 书中另一个 对宝玉的叫法 宝哥哥来验证 汉春 贾母 黛玉 先后三次用过这个名字 汉春呢 是在第27回 十六树下 跟宝玉聊天 一贯自重的他 这么称呼宝玉 而贾母呢 是在第38回 螃蟹宴上 当着一大堆人 嘱咐相云的 在31回 公开要求姊妹们 不要用小名之后 贾母在这里说的 肯定是大名 而黛玉呢 私下一贯都是叫宝玉的 但是在67回 他用了 宝哥哥这个称呼 这是因为 在此之前的45回 黛玉跟宝钗 已经情同姐妹了 为了尊重宝钗的教导 所以他在宝钗面前 用了大名 由此可见 书中大名和小名的区分 是非常清楚的 外人和下人 只能用大名 长辈用小名 平辈在私下 表示亲热的时候 可以用小名 但是在人多的正式场合 用大名 这跟我们现在的情况 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由于 共用了一个宝字 这才导致 众多读者 发生了混淆 没有发现 这其实就是宝玉的大名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 点赞 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想订阅